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山大学的学生则认为 一些媒体的批评并不客观 02说实话 看到这样的新闻 笔者的第一反应也是有些反感 从学生时代就会做如此的官样文章 就把级别看得如此之虫 让人感觉并不舒服 不过 正如有人反问的那样 正确的文风应该是什么样的 特意搜索了一下 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会会议报道 发现和中山大学并无太大不同 也像集了正式的政府行文 没有人规定学生会会议的报道 行文 不能和党政机关相似 官样的行文方式也许显得僵化古板 但高校学生会作为正规的学生自治组织 公文的正规化也是必然的要求 在很多大学的学生会 负责宣传的学生在接受业务培训时 也都是这么教的 大学生马上就要步入社会 既然社会就是这种样子 那么他们的一些做法和社会接轨也能让人理解 03 至于任命公告 在一些职务后面 进行政部长级这样的标注 确实有欠妥的地方 因为学生会的干部并没有行政级别 这样的表述并不确切 这一点 中山大学学生会后来也在回应中承认 错误使用了级别的表述 并表示歉意 但客观地说 中山大学学生会如此表达 并不是真的想把学生会的干部和国家的部长画上等号 个人揣测 标注级别无非有两点原因 一是在工作时更方便 这些秘书机构的负责人和政部长平起平坐 和各部联系工作时 无疑会更顺畅一些 二是在明确待遇问题 比如在综合素质测评时 按职务不同有一定的加分 这可以理解为当学生会干部的好处 也可以理解为 对因做学生工作而耽误了学习的一种补偿 中山大学学生会在回应中也说了 作为进行综合素质测评时的参照 说白了 政部长级这样的标注 虽然刺人眼球 实际上也只是在明确择权力的问题 虽然表达上欠妥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临此所以 对于千千万万个网友来讲 我们不必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指责大学生们 有个词叫换位思考 作为局外人 我们确实对大学生发出这样的公告 觉得反感甚至失望 但如果我们自己是名单上的学生 可能感觉是另一种样子 谁也别把自己说得多了高 上 如果我们自己的名字登上正式的公告 括号里标注上更高一级的待遇 可能不但不反对 而且还会在心里偷着了 管样文章确实让人烦 但我们在单位里 天天面对这样的功能 却从没有胆量 也没有能力去反对或打破 那么 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对大学生们吹毛求疵 05当然 正如北大刘圆圆 在超级演说家节目中说的那样 我们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去适应社会 而要去改变社会 人们对社会上一些官僚僵化的现象感到不满 看到了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也在有样学样 于是爱之深 而择之切 这可能也是大家对中山大学学生会的做法 提出批评的根本原因 公众的这种心理 并不存在多大的恶意 同样有着良好的初衷 而且 大家批评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而并非仅仅在批评中山大学学生会 对此 年轻的大学生们 应该抱着有则改之 无则加冕的态度 虚心接受 如果能够在工作中多一些创新则更好 毕竟 不没守成规 才是年轻人应该有的样子 作者 宜君明珠 教师 自媒体平台作者 以教师和家长的双重视角看教育 文章影响了亿万学生和家长 微信公众号 明珠叙语 ID TXLIUCHANGHAI 欢迎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